美国终于对乌克兰下了毒手 据美媒消息 当地时间5月10日拜登表示 乌克兰有2000万吨鼓 美欧正试图将他们运出以降低全球通胀 此言一出 乌克兰人民还没来得及开骂 泽连斯基二话不说直接就执行了 泽连斯基紧急召集了有关部门和安全部队 以便立即着手将国家储备粮运往波兰 此处心疼乌克兰人民一分钟 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美国的下限和斯基的无耻 乌克兰最大的悲哀就是作为一个东斯拉夫民族 却选了个犹太人当总统 美国四去伪善的面纱 露出了血量的獠牙 此前我们以为 美国只是要让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人 如今才发现 它在让你流至最后一滴血的同时 竟然还要夺走你谨慎的 赖以活命的口粮 对支离破碎的乌克兰而言 作为乌克兰人民的最后保障 这些救命口粮一旦被运抵波兰 无疑是羊入虎口 哪里还能由得自己做主 在美国眼里 或许那从来就不是乌克兰的国家救命储备 而早就是自己嘴里的干粮 此刻大家才发现 美国不但要打压俄罗斯 收割欧洲 竟然连乌克兰都要洗劫 让狗为自己拼命 等狗子伤痕累累的时候 再一棍子打死做成狗肉包下饭 榨取狗子最后一丝价值 百分百高效利用 可谓把耗材玩出了全新的高度 在乌克兰粮食问题上 拜登的心目历程经过了两个阶段 一是抢占市场 起初拜登想的是抢占市场 近日拜登在伊利诺伊州一家农场发表演时指出 俄乌冲突背景下 乌克兰由于春耕受到影响 其在全球粮食市场缺位的情况可能是长期性的 美国农民可以借这一机会扩大增产 并宣称美政府会出台相应的协助增产政策 二是巧取豪夺 大概嫌落井下时速度还是太慢 美国于是直接操起了祖传手艺 于是在拜登和泽连斯基这主扑二人的联合运作下 很快便上演了乌克兰国家储备粮 大转移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问大家结社 美国是专业的 毕竟还有什么能比直接明强来钱更快呢 美国之所以吃相如此难看 说到底是因为耗不起了 拜登表示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 以帮助控制美国不断上涨的消费者价格 对于习惯了打压别人的美国来说 这种表态十分罕见 因为美国的惯用套路 一向是威逼利诱 逼对方做出巨大牺牲 倘若自己要退一步 恨不得让别人退让时不才好 即便自己占了便宜 也要设法让对方千恩万谢 比如最近这次美联储加息 明明是一次性加息50个点的大利空 鲍威尔却非要强调称每加75个点 别说还真把市场唬得一愣一愣的 而这次拜登没对中国提任何附加条件 直接就单方面表态称打算取消关税 说明实在扛不住了 毛主席说过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 就一定不讲理 要是讲一点理的话 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如今美国的确是逼不得已了 原因有三点 一是通胀猛如虎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 美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较上年同期上涨8.3% 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水平 哪怕经过了这次加息50个点的强力调控之后 CPI指数也仅是从上个月的8.5% 回落到8.3% 通胀完全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2020年之前 美国的通胀率才0.1% 如今飙升近百倍的原因 一是这两年美联储无限量化疯狂印钞所致 二是跟中国打贸易战遭到了反噬 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 拜登本以为能摘到现成果子 结果最后变成了擦屁股 更糟的是不但沾了一手屎 还貌似擦不干净 毕竟有时候老虎屁股 不是你想擦就能擦的 二是欧洲的背离 我们把时间轴拉长 站到未来的视角回过头来看 或许美国在乌克兰发动的这场代理人战争 从一开始就已经输了 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乌克兰 其次是欧洲 再次是俄罗斯 而美国 短期看有点赢头小利 实则付出了最王贵的代价 那就是信用的崩盘 这场去俄吞乌 收割欧洲的战争 重点是后面四个字 所谓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凡天下之势 只要是有损同伴利益的联盟 一概都无法长久 而这恰恰是一场有被欧洲利益的冲突 这点欧洲从最开始就心知肚明 所以我一直强调 在制裁俄罗斯尤其是抵制对俄能源贸易这件事上 欧洲不可能跟美国一条心 必然阳奉淫为表面上把春秋老怪 一统江湖喊得震天响 私底下各种打擦边球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国 据俄新社当地时间11日消息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证实 德国已按莫斯科提出的方案 采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的供应 德拉吉在访问美国期间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没有人说过卢布支付是否违反制裁 这是灰色地带 天然气最大进口国德国 已经用卢布支付 大多数进口商已开设卢布账户 关于这种局面 我对此早有预言 当时德国财长信誓旦旦的表态 拒绝用卢布支付天然气 我的看法是身体比语言诚实 德国是过去两个月 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 怎么说是一回事 怎么做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政治 因为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实惠则是必须要揣进自己兜里的 所以俄欧冲突以后 如今正为世界孤立的恰恰是美国 而不是俄罗斯 看一下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塑料盟友们的表现 一是法国举一起 法国开始逐步解除对俄制裁 并陆续解冻其资产 举起了反对美国去欧制俄的大旗 二是英国和欧盟跟风 英国一改先前强硬态度 批准了对俄付款许可证 允许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款项 欧盟也表示将寻找在不违反制裁规定的同时 使用卢布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费用的办法 三是德国神助攻 说归说闹归闹 别拿天然气开玩笑 这次德国被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亲口证实 已经按莫斯克提出的方案 用卢布支付对俄天然气贸易 对俄罗斯而言 可谓是一波神助攻 四是印度的嘲讽 印度不但拒绝对俄制裁 还反过来讥讽美国虚伪 印度时报指出 自俄乌开战以来 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化石燃料和原油量 实际上比印度还要多 五是瑞士暗送秋波 瑞士释放了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据瑞士联邦经纪事务秘书处官员布林格介绍 瑞士新冻结了22亿瑞郎的俄罗斯资金 但又释放了34亿此前被预防性冻结的资金 布林格表示 如果瑞士不能确定 资产是由受制裁个人直接拥有或控制的 就需要释放资金 这不操作简直就好比貂蝉对与不哭诉 将军 切身心里其实全都是你 是个在对俄制裁的问题上捧美国臭脚 大部分非洲 拉美 东亚国家都拒绝养美国鼻息 而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显然当惊天下 没什么能比失道划住这四个字 更加适合美国 一场代理人战争 非但没有打垮俄罗斯 反而令儒布成功起义 严重损伤了美元霸权的基本盘 俄乌冲突之初 受西方制裁影响 5月12日 普京意味深长地指出 今年卢布汇率走势 大概是全球所有货币中表现最好的 对美国而言 这不但是最无情的讽刺 更是赤裸裸的现实 美国在世界权力舞台一言堂的时代 即将彻底终结 然而江和日下的美丽间 并没有痛定似痛自我反省 而是更加丧心病狂 把魔爪进一步伸向了台海 企图把台湾打造成亚洲版乌克兰 继续巧取豪夺 再次视频做上影片 吴助于台湾 旅程中美国在底下 同时的转发 殿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